原動商營10月3號被駭客入侵 到領18億台幣 經過洞察清潔 還有1500多萬流入個人帳戶 招逮捕的車手 在西蘭銀行意圖提領 約美金是26400元 傳球司令難卡嫌犯 10月6號在領前和轉帳時 遭到當地警方鎖定 目前確定逮捕藝人 其他共犯下落還在追查 他所提領的這個账款 是在這個50萬元账款裡面 那就會更低 遠東銀行 他們也在這個 昨天承諾了 會跟我們一起去 協助斯里蘭卡做調查 不過碍於台灣和斯里蘭卡 沒有互助機制 目前還沒辦法掌握 嫌犯的身分背景 只是原因資安防護出漏洞 Swift系統被駭客 植入二億城市 輕鬆取得轉帳憑證後 就把18億台幣 匯往柬埔寨斯里蘭卡和美國 木馬程式的這個E-mail 那一旦打開的時候 你按Enter 他當然就進入到這個系統裡面了 張家研判 可能是原因員工疏忽 或是平常資安工作不確實 才會發生這一起金額高達 18億台幣的駭客盜領案 這起選有史上金額 第二高的駭客盜領事件 震撼台灣財經界 金管會緊急要求 所有銀行進行資安檢視 也預計在年底前 建立金融業的資安聯防系統 也預計在年底前 建立金融業的資安聯防體系 就是不希望再發生相同事件 接下來我是正安 紅軍網友台北報導